這個規制漸漸進入關上火金鉤的時侯 不過大河渡到疫情 為了加強風液的工作 市府第一次掛到美鳥風景區關節出席 對四月十八號到五月三號 危機三個禮拜 將對於五六部就來採取 網路山頂深夜桌的定義 分流進入關上的出席 美鳥風景區的火金鉤 已經在晚上出現 這幾天民眾已經有立山來看火金鉤 因為武漢肺炎減少 如果規制冷條立山 讓它作成方議破口 市府為了應當地將到來的上映規制 市府關公路由局 修讀客動市民頂座 以優惠的關節出席小節停班 透過分流入山頂出席 間隔軍骨感染的方向 市長有以退 宣佈今天開始 修理山頂有有定義 我們保護好營火蟲 也要保護好自己 就是說 我們自己該做的防疫措施 包括口罩 包括勤洗手 甚至包括拉開安全距離 社交距離 這點也是我們必須要遵守 如果 如果到時候不遵守相關的防疫規定 螢火從健在人確出了問題 那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所以呢 一方面宣導健康賞贏 一方面也支持戶外活動 但最重要的相關的配套措施不能不做 也不能不做好 所以我相信今天藉這個機會來做一個宣導 來做一個宣誓 也來做一個市場 市府關公路優格局長 郭政會表示 經過外觀企業經驗 如果停班的活動 沒有聯合相關的因應 民眾那些自行政奧 讓當地的交通和看法經過 會造成進出大亂 影響專民風險 因此 決定採取近這期的作為 以中量關節來控制立算人數 是希望大家 能夠在防疫的這個前提之下 能夠 很有秩序的 分流分時 同時採取 網路上報名的一個實名的一個制度 讓大家可以來賞銀 同時他可以兼顧到 大家在防疫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今年呢 往年我們大概都有 四五千人左右的一個這樣的一個人潮 在我們這個活動期間 會來到我們的山上 我們的梅嶺的五龍步道 那今年呢 我們特別做了一件事情 我們就希望能夠把總量 往下壓 我們現在是每一批梯次 我們報名了五百個人 那五百就額滿 那總共一個晚上 兩個梯次 那我們也只有在 六日 六日 也就是六個 禮拜六日 假日 我們會做這樣的一個 總量的一個管制 市政府說明 總量關節市民 刷定定期 每天有兩個時段可以修理 分別是會報四點半到五點半 以及晚上六點到七點 明明他以後五百人為準行 記者存在生南西区 蔡芳博德